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夜经不坐你这 讲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聊起一个事 我发现我还真不懂 北京的他熟 台湾的你熟 就是说国共两党军官子弟 大院子弟 王老师 我昨天在凤凰网上看你说 说你们家小时候大院还不是一般的大院 军事训练部 说都是什么 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地方的教育部和体委合并的 全是战斗英雄 还有国民党战斗英雄 怎么会有国民党战斗英雄 他解放过来的 他最早我们训练总监部里头有两个部 一个训练部 一个叫军校部 所有军事学校都为他管 刘不成是部长 后来是叶丽英俩元帅 里头六个上将 他就把全军的战斗英雄 还有那些留苏的 还有国民党各高校 因为最早解放军最早开始在南京搞了一个军事学院 搞了一个总高级步兵学校 训练师团以上干部 他没有教员 除了一些苏联教员 就是国民党像我们旁边我们一个朋友 他我们同学 他爸是国民党一中将 还有我们最好 他从阁的时候不得给菜了 没事 对他们是保护的 因为他是军事专家 他可能是留日的 留什么 他主要 因为部队那时候 就是58年 之前 刘不成那是搞部队正规划 后来58年被彭德怀反教肖主义给反了 那时候全军要向苏联学 所以我们要连大人全都高高达达的 后来年轻干部就是大屁股的尖子刺杀尖子 那个什么尖子 然后我们一同学 他爸就是 与清风有认识的 汪尚海他爸也原型 他爸是国民党青年2060的 市长到台湾镇压过28起义 镇压完28起义 回来到北平被改编了 跟副作义部队一起被改编了 他是也是一战斗英雄的 就有远征军的 然后 所以我们小时候是看什么 我们看 像我爸是一个军校部的参谋 他后来在广大学里教战术 教编师团进攻 我们从小看 中共当时看的全是电报 就比教员议 电报 原来全是电报 全是第一手的 党的张国焘的回忆录 什么李德的回忆录 还有文史资料 怎么能给你小孩看着呢 家里都有 放在家里他们就拿来看了 就我们看的全是第一手 所以谁他们说我们话 就他们你们地方有大学 装什么孙子 而且共产党搞上日下雨 他的部队是不能讲假话的 我哪里都不讲假话 因为你部队报实力 你一讲假话 枪毙你 而且军队一直在准备打仗 我们想说玩的扑克是军用扑克 大猫是军用扑克 就为了熟悉美军装备 大猫是一美军少将 旁边战役上校 这边战役少校 背后全是美军的各种符号 小猫是一美军上位 这边战役士官 这边战一个准备 特别有意思 全是照片 方片是海军 方片尖是航空母舰 上的一个 大概不是尼米兹机的 就是在前面那种小英号那种 常规动力 底下全是排水量 战斗装备 方片K是巡洋舰 方片圈是驱逐舰 梅花是飞机 我还记得梅花5是F5E 全是照片 黑桃是导弹 从红眼 儿长大的孩子他会发展成什么样 就发展成什么样 我跟你说我们唐诗宋词是幼稚园看的 然后唱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什么 就是丘敬尔那回忆录 还有二战的第三帝国兴亡 曼什产因德军在东县宗里 写的失去的胜利 然后还有苏德战场上的好多事 朱可夫的回忆录 然后包括配上电影解放 我们看电影我们掰一场拍的二咏 他们他把演的齐熙 你知道吧 在我们部队演叫齐熙武陵桥 是军教片 他这仗怎么打怎么打 地道战地雷战全是军教片 他原来他的地方也 其实我听他这意思 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两个世界两成天 那跟我们小时候那种工厂大院里的子弟 他受耳濡目染 完全不一样 你想我们文文大名前 中午我们都有夏令营 就在八一射几场 我们那时候叫军事三项世界冠军 设计有军国家 就投弹射击越障岸 我这创意的就算不是栗战型的 我在我们那算 你不算军体很 叶晶是拍头兵 叶晶是坦克六师的 禀军区坦克射击第一名 真的 梁天是装炮弹的 就是我是属于什么 我是卫生员 当兵前 我是腿哄的 你让我当肝子也不去 但是我这样的 就翻障碍 两米的高墙我也能翻 而且全副武装跑110公里下来 我游泳 我下水 我不分水 我这吹牛逼 这是吹牛逼 我下水 我游他们一天 你不让上 我也不上 我打个岔 他讲这些小时候的日子 你不是小时候就住在台湾的眷村旁边 其实都是从大陆过去的 你说那个时候台湾的这种军官子弟 是不是跟他们也挺有什么像 有什么不像 有很悲惨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那帮的感觉比较悲惨一点 他悲惨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这种 我们要理解一个东西 就是台湾这些外省来的这些军官 他们这些军人 他们跟台湾本省人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 就是本省人都是原来在台湾种田的 种地的 有地方的 他就会觉得你们这60万国民党来的军队 来吃我们台湾人种的米了 你们也不干活 也不劳动 那么但是就外省来的军人 他觉得什么 你们这帮人 你们有想过 都是我护卫着你们 比如说跟共产党 不是打炮战一直打 那都是我守着台湾 你们才有今天的 有这么一个根本矛盾 然后就互相看不起 而且主要28国民党确实也太狠 但是那时候老是讲是内战时期 对 你知道我说 我8月23生的 我生那天 为什么 我就多少冤魂把我生出来了 823炮战 我那天生的 那天李平平他爸就那天给炸死了 李平平他爸是国民党的炮兵副司令 就是胡连他们一出这 李平平那天摄影 对对对对 一出这屋 这胡连不是差一步吗 他美国顾问 这炮就砸下来了 李平平他爸就砸死了 对没错 要不然他不会当他们摄影 所以他们当时那帮人 就是有这么一个矛盾 然后呢 所以他这个眷圈的世界是很封闭的 就是这个父母啊 家长啊 总会说这个台湾人的孩子 在外面的野孩子 他们叫台湾人 本地人叫老百姓 我们叫军人 他们喜欢叫老百姓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也是叫老百姓 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的女孩 特别特别特别 我们出去看北京视频 我们在复兴路这 看不见老百姓 在墓序地桥那时候有站岗的 我们一进城 我们那边的女孩就说 这都是老百姓 我们有一个什么概念 是军属的概念 我们从小不是不一定要在北京住 要跟着部队走 而且大部分人都要跟着走 所以我们有什么 我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让着他们 我觉得欺负老百姓不牛逼 是吧 我们是练过的 我们欺负你 而且我当然瞧不起 老百姓在哪 真他妈日本人来了 国民党来了 根本逮那 你们一人哪能当顺民 我们部队要失败了 我们就跟着倒大煤了 我问你 你现在对老百姓 对平民还有这种优越感吗 我当然不觉得这优感牛逼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知道有希特勒婴儿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像毛泽东婴儿 我10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 因为我们住在幼稚园 我一生来第一印象就在一个大屋里 拳头都是小朋友 我们那时候两个礼拜回家 可我父亲那时候天天出去看地形什么的 看地形不打仗 天天出去看地形 部队天天在准备打仗 你从来没松懈过 对对对 你知道对在黄大米时期部队 因为在华北对防卫苏联 在三北地区修着国防公室 平地修山的 那六几年跟对印度打仗 对越南打仗 包括台湾那边反攻大陆 都要去 你都要建立前线指挥部 都是总部要去人 我10岁以前我不认识我爸爸 就我们家 甚至他们大人也不是这么小 有点像希特勒婴儿 我爸是南京总高 第七第一名 那谁管你 幼儿园阿姨 就梁老师一帮小朋友 喜欢小朋友 所以我们家里关注小朋友 你学校老师 你跟我来就不理你 我们小朋友是一伙的 我就是这也是我的力量 大人也不认识我们 直到我都中学毕 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家大人经常把我喊错 当成他们家孩子 我们家有一大人跟我爸长得特别像 就任海他爸 所以我就全弄不清 我妈我也不记 我妈就记得是一泥子大一 你们的这种发展 就有点那种无法无天 会不会 在特殊时期 当然反社会人格 肯定有 反攻击性人格 其实我是病人 我是攻击性人格 我心里绝对有问题 为什么我准备下礼拜去中央十二心理访谈 去看 我带我妈去看 我妈还不愿意去 我说您是替我看病 我不愿意这样 其实我对别人比别人对我坏 我不能别人不能委屈 我别人不能把我当傻逼 当然我绝对记仇 其实特别不好 你看我其实伤害别人 别人最多说我一句 但是你说你不能毁我 是吧 反社会 你要往好里说 他有战士的一面 一般人就觉得 装装孙子 他想起什么 指谁就打谁 我是什么 我觉得不欺负 比我弱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谁欺负弱的 就是欺负女的 不牛逼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重心理 谁假装强者 因为小的时候 就是欺负我们 不是他欺负我们 我骂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他都欺负过我 只是我那时候打不过你 但等我打过你 是吧 对 他跟咱的不同是什么 他真能 就是说台面底下的话 都翻到台面上边来说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王老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他说从小军队大院长大的 甭管好是不好 但是事实上讲真出人 当年的搞军事的一聊天就讲苏德战力的主 现在都跑到文化界去 所以你看就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我写的 为什么 战争是艺术 对不对 杀人是技术 战争是历史的最后是政治 是延伸 我们从上 教主义这方面怎么说 当然战是军人不好战 对 文官 傻帽这帮爱国者什么的 他才好战 他根本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 没错 军人绝对不打仗 现在美国就是这样 没错 像那些国防的拉姆斯菲尔登 这些人好战 底下将领都反对 过去老说 汪精卫也有讲过 文臣好战 因为他不打 武将又没法卫战 对 没错 因为你职责所在 我有个特深刻的印象 我们那儿有一个老游戏队的 听一帮小孩 也有点讲战争片 说你们胡扯个蛋 你们没上过战场 你们还打仗 你看人刘伯承元帅 他儿子说 你给讲坏战亿 徐邦会战 刘伯承说 有什么可讲的 那是内战 多少寡妇向我要孩子 向丈夫 多少白发苍苍妈妈向我要儿子 我内心不安 这是过来人的话 就是你们才播的刘伯承的采访 这是如帅 我爸原来他们就是二爷的 刘伯承那确实是军事家 是专业人 那咱转回头来说 你像说台湾眷村 文道还专门查过点资料 这些人 他后来的命运 咱至少说一些貌似挺成功的人 邓礼军 邓礼军是 林青霞 关知林是香港那眷村子 香港有一国民党的眷村 马英九代也是那儿的 他们是国民党从撤到那儿 一直一个村 一直有 缅甸有个联合93师 还有文化界里的谁 高筋素梅 胡音梦 杨德昌 张大春 张大春 他们都是那儿的 我在美国是碰上王正芳 他们不见得是圈村子 但他是外甥人 后来民进党上台以后 他们全跑到美国去了 我在那包括 特别逗 碰见一个国民党老兵 就说你为什么不回国 都说帐没打好 对不起大陆人民 你知道为什么国民党打败了吗 东北远征军打日本都很厉害 到东北就被林彪给打了 价值观打胜价值观 蒋介石是个指挥道师 指挥道旅 这么一个不放心的人 是个鸡贼 他实际上是一恐懵之徒 所以国民党部队里官兵很鲜明 军官穿泥子 穿靴子 当兵的穿草鞋 所以他一打上去 国民党军官很厉害 他拖着广子敢死队 就往下冲 踏踏踏就跟打光兵就散了 平时你老欺负我 我他妈你一死我就跑 还是是 可是解放军是什么路的 官兵一致吃一锅饭 这边一俗路过来 当时就说 同志 你是哪人 那边的长官说同志 说我山东人 马上找一山子来说 咱老家去解放了 可独改了 待会吃饭 馒头来您先吃 这是咱军长给咱一锅吃饭 这成兄弟了 所以这国民党兵 掉转枪就打 那其他民党会一摘 接着就喊着 为了新中国冲 所以一打仗 他的师长团长 不是 连长营长冲上去 砰砰给打死了 他接着这胡罗兵就上去打 感觉是国民党 不如共产党会为人 他就是价值观 打胜价值观 结果共产党就越打越多 那时候新民主主义时候 共产党是非常康复 他的价值观就是 人人平等 官兵平等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比这个时候 还会宣传 他就当场火线做工作 而且那时候的宣传很实际 就是说他那个宣传 你不是听了之后再看 不是这回事 不 说怎么回事 看到就是怎么回事 那是很不一样 难道你后来对这些 国民党的军官子弟 所谓 他说是毛泽东的 这个教育出来的 这个他们能不能有 这个蒋中正教育出来的 这种心理 当然有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有每个村不一样 因为眷村这个概念是怎么样 他眷村是跟军种的 就我想跟你们大院的情况一样 就是什么叫跟军种 对 比如说空军有空军村 海军海军村 陆军有陆军村 对 每个村是不一样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 空军一定是最时髦的 对 是吧 江美龄那时候 我感觉海军是最浪漫的 他大约最高是空军 我们吃饭 活儿费最高也是空军 真是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历来 他以为空军少吗 而且空军是都是美国训练成员的 对 他花的费用也高 空军内官校 然后空军呢 你看这个空军的家庭呢 什么特洋化 然后就传说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听到传说 空军那些军军的夫人嘛 个个都是讲英文的 就是这么说的 对 然后呢 你看空军的分野员都是校官 对 对对对 这个你去看国民党一头 他们好多的将军娶的这夫人 要说那还是比这有素质 我是看啊 那是他们把有钱共产党都给取了 对 那不是你哥那时候你嫁给共产党 那我妈他们是沈阳 是沈阳的凤天女子国民学校 就说当年共产党进东北的时候 就取走他们一批人 把一帮女学生给卷走了 因为他们是 老师是有一个共产党忽悠他们 给他们看鲁迅的小说 看孙小说 说跟着东北民主联军 说跟着联军 我妈就说跟着他们走 我妈十八岁 我老是给按住 你哪是跟着这帮胡子走 他这叫共产胡子 对对对 叫胡子 然后接着国民党正规军来了 新六军 他穿上美式装备 拉着榴弹炮 穿上美军的职包 来了以后 怎么又弄走一杯女学 我们一帮小时候玩的朋友 父母全在国外 我们一朋友他们家 就是他妈组织 偷的派克金币 咱们的金星一百 然后甚至有在国外的 后来他们跟西渊机关 这是不说了 因为我们从小刚还看情报工作 所以武侠我觉得特别傻逼 就那时候没有中央情报局 那时候有苏联的 苏联要革别屋 是总参情报局 还有盖尔泰保 还有坎纳里斯基海军情报局 还有军情武处 互相抖传 那时候聊的都 哎呦 抖那传的支撑太坏了 就英国人 为了给德国人传计假话 派这间谍去 把法国抵抗运动 一个人点 所以我把摩洛江 你全点光了 你信不信我是真的 真出卖 最后为了给一句假话 说在哪登陆 在加莱登陆 所以苏联一打响 龙马尔专的事准备上 那时候杨公 等加莱 差了24小时 不是48小时 盟军就上了 就为点这么一句瞎话 把整个给出卖 有这心眼玩的 你看《蛇》那电影 柯伯给庄青银抖一串 给庄青银特地抖垮了 他也是派一线 上校叛逃了 说你们庄青银有我们5个人 我给你点 第一个 杨道是真的 对吧 第二个 等到 对了 点了四个 说第五个不知道是谁 一通乱猜 你牺牲多少自己 对方说的 一通来 就他们 杨青银负责反颠结 这哥们就疯了 成了一迫害狂了 他觉得谁都想 因为前四个是真的 中央青银完全没有工作 因为情报工作 必须是互相信任 他把非金儿笔都给点了 就是英国有个五人组 第五人是英国女王的顾问 伯基斯什么的 那是二战时候 三十年代牛津大学的 非金儿笔是 军情五处负责反苏联金银处的处长 当时在美国打网负责 美英情报联系 那苏联全给掌握了 他来把这孙子都点了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 接着他到苏联大学 又叛逃回苏联了 就美国专军完全拧着了 内幕我是很少有地方能看着 后来有游戏 他先去一下广告 去一下广告城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军队这子弟 我就说我问你那天 你说你看了看 你怎么觉得这些人特别惨 到后来 我告诉你 多数人都特别惨 包括这边的事 我是混出来了 我们多少人没混出来 没有上过学 后来你看我们 就是女青春文字里 我们一姐姐 就百山那个原型 他爸叫张一行 是老中将 当过二炮司令 铁德兵司令 后来就转移到地方 现在就混得特别惨 那爸死了 我觉得你说这人的心理上 小时候受的教育 感觉老子天下第一 问题就在这 像台湾眷村子弟 他从小很多人受的教育 就是我们是保家卫国的 我们是最精英的 我们是最优秀的 这些本地老百姓 那些孩子不行 但是本地那些小孩 他反而比较踏实 那些老百姓 比如说我该读书 怎么读书 怎么慢慢上 等到上去之后 你这个老要出风头 老要威风 眷村很多人 年轻是变成后来混帮派 台湾那些有所谓的 叫外省挂 外省帮 对 竹联邦是不是也是 对竹联邦也是 都是这一批 然后他还有一批 是可能混得还不错 到后来 但是问题是台湾经历 一个改朝换代的问题 你改朝换代完了之后 当年那些被欺压的本省人 一上来 你们这些外省就没处混了 所以刚刚王老师不是说 都移民到美国去 到什么去了 所以他们就很惨 而且他们的父母 他们从小就感染了一种悲情 像陈水扁 不老说台湾人 台湾人悲情 就外省人 也有外省人 那他也悲强了 那个悲情 你想想看 60万人 你知道那60万的国军 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吗 有一种人 过去很少人留意 是强拉的兵 在周三大撤退的时候 他拉了很多人 那些人是种着地 他国民党过去 强拉的要带到台湾去 要当兵 拉的最小的一个 有一个台湾作家 他就自己 后来写小说 他回忆这个经历 他当年是11岁 给拉上船 给带到台湾去 丢到台湾之后 就只好当兵 那么那这些人 你想想看 他是过到台湾 他是非亲非故 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家乡 所有的亲人都在家乡 你说最悲情的是什么人吗 康姆元朝有两万五千俘虏 对 那是最悲情 搁不上刺字的那个 就是被弄到台湾去 当了台湾工程兵了 工程兵 工程兵 他其实也不信 这些人其实原来 都是国民党的俘虏 比如他1890 被美军歼灭 武士战役那个事 实际上是在成都起义的 是多少军我忘了 他这个军里头 870% 就是原来国民党的俘虏 所以他就 他就谈判的时候 不是说 联合国是自愿遣返吗 台湾卷走 但至少两万五 回来的几千人 这两万五 过去台湾 台湾那边把他们当人吗 给他编程工程兵修坑道 对 那就是当奴隶 你去台湾 不是东部有些什么 仲冠公路修得很漂亮 就这些去看 然后这一批人 而且还要赤字 赤什么字呢 反共爱国 一个反共复国 然后一个最有名的 叫杀猪拔毛 对 杀猪拔毛 你知道我要看 那有些回到大陆的 他得拿刀片 把这个字都给刮了 有一个证实这样 台湾那时候 准许回乡探亲之后 那么这批人要回来 回来就啪 身上磕的一些字 于是呢 去做那个反 刺青手术 就是把一点一点点掉 重新用雷射 用什么刮掉 那时候是政府出钱 给他们去做的 他们后来你知道 这些人 台湾那儿搞得很快 又不靠不靠 大陆的团队就说了 对对对 再接着点 挺有意思的 对对 再接着点 再接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